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平安 这是何等的喜乐 能够继续在上帝的家中 包括线上的家人们 我们能够一起聚集 来敬拜 来赞美 一起在神的氛围里面 来去跟神连结 以及跟家人们 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真的是非常的喜乐 上一周包括这一周 我们都分享属灵家庭的系列 而今天也仍然要跟大家 来分享属灵家庭的系列 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教会不是我的家 当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 我就想起多年前 我就去到了一间的教会 然后我就在那个教堂里面 来使用他的厕所 他的厕所就粘了一个通告 那个通告就写着 教会是你的家 你要保持家里面的整洁 因此那个时候 我就有一个调皮的想法说 哇 教会是我的家 如果我家里面用厕所 不拉水的话 那么是不是表示呢 我就不需要拉水了呢 家人们 因为我知道 真的我有遇过这样的一个家庭 他们的厕所是不拉水的 除非你是做大生意 那么你才会拉水 如果你是做小生意的话 他们一天只拉那么一次水罢了 为什么呢 他们是非常节俭的家庭 我真的是遇过这样子的一个家庭 因此那个时候 我就有这样一个调皮的想法说 哎呀 这一个有漏洞 有漏洞 然后呢 今年呢 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 上帝就让我回想了这件事情 然后呢 放在我里面一个感动就是 教会不是我的家 然后呢 我就问神 这样神啊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我们的家 教会是我们的家 因此呢 里面的这个誓念的感动说 你一个人不拉水 那是你的事 并不代表每一个家人都不要拉水 你应该问问其他的家人 你应该不应该拉水 因此呢 你一个人喜欢那是你的事 并不代表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喜欢 你一个人舒服那是你的事 但并不代表每一个的家人 都像我一样感到舒服 因此呢 我不能够只是想到 教会是我 我 我的家 我需要想到的是什么 教会是我们的家 不再是我一个人的 而是我们 那么今天呢 从这一篇的比喻当中 让我们来看这个的家庭 让我们从这个的家庭里面呢 来反思 来借个镜子 来看一看 我们如何来看待 以及我们现在的属灵的家 又是如何呢 那我们一起来宣读上帝的话语 取自路加福音15章 第11节到32节 蛮长 但是呢 我深信的是家喻户晓 请 耶稣又说 某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爸爸请把我赢得的家业给我 爸爸就把财产分给他们两兄弟 过了不多几天 小儿子收拾一切 到远方去了 在那里生活放荡 浪费钱财 他花尽了一切所有的 那地方又遇上了严重的饥荒 就穷困起来 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家 可是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说 我父亲有那么多故宫 又有丰富的食物 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对他说 爸爸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 他还在远处时 他父亲看见了他 就动了磁心 跑过去抱着他 连连与他亲吻 儿子说 爸爸 我得罪的天 也得罪了你 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快把那最好的袍子 拿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手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肥牛肚牵来宰了 我们要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有的 他们要欢乐起来 那时 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 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 就叫了一个仆人来 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仆人说 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地回来 就宰了肥牛猪 大儿子就生气 不肯进去 父亲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可是你却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 但你这个儿子 常常跟仓妓在一起 花尽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倒为他宰杀了肥牛猪 父亲对他说 孩子 你常跟我在一起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 我们应当欢喜快乐 非常直接了当 非常容易明白 易懂的一个的比喻 因此我不会再跟大家来讲过 这个的比喻的内容 我深信大家都非常的明白 或者是当你读这一处圣经节的时候 你明白了整个的故事的大纲 因此今天的分享 我们能够来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个 为什么不回家 第二个 为什么能回家 那么第三个 我如何爱神的家 首先第一个 为什么不回家呢 在座的家人们 为什么不回家 这个的小儿子 为什么他不愿意回家 他不肯回家 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外在的因素 这是我个人认为 个人的一个诠释 外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呢 因为这个外在的因素 可以是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你有遇过这样子的孩子吗 可能是自己的孩子 当然我祷告 你不要遇到这样的孩子 但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孩子的话 天父他了解你 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 也有遇过 也有听过 真的 外国的月亮真的比较远 有了孩子回到家 跟爸爸妈妈讲 爸爸妈妈 你知道那个家庭吗 你知道我朋友的爸爸妈妈 给他吃什么吗 买什么给他吗 哇 可是我们的家 什么都没有的 那做父母的 会跟孩子讲什么 这样啊 你去他家住了 你就认他做你爸爸了 你就认他做你的妈妈了 看他会照顾你到多久 哇 父母亲听了过后呢 确实是挺伤心的 但是呢 也有些的父母亲 真的是那么讲了 然后讲了过后呢 孩子真的是走出去了 然后呢 一去 真的有些会回来 有一些是一去 就真的是不回来的 有吗 也有啊 外国的月亮 比较远啊 然后另外一个外在的因素 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外在的因素 那就是生在福中 但是却不知道福啊 这个的小儿子 他生在一个非常幸福安康的一个家庭里面 从刚才的那个比喻当中 我们都知道 哇 这个的父亲 真的是爱他爱到够够利利 爱他爱到十足 那么不孝的一个问题 把我的财产给我 他还没死耶 这个父亲 但是呢 父亲却愿意给了他 他真的是生在福中 但是他不知道福字是怎样的血 我记得当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是在新加坡做工 然后呢 当我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呢 我住在新加坡 每一个的周末呢 我都能够回家 来跟我的家人有这个的团聚 然后呢 有一天在星期五的中午 老板就来到我们的面前说 这个星期每个人有力加班 我们要把那一批货呢 给赶出来 因此呢 拜六礼拜都要回来上班 哇 家人们 当我听了过后讲 哇 以前当我在面试的时候 不是说 星期天不会上班吗 怎么会加班 而且会动用到星期天 但是在座的家人们 没办法 老板说加班就得加班了 而且他说 不常 只是偶尔 因此既然是偶尔的话 那么你们就需要加班 我记得那个时候 星期五 本来是预备好 放工过后呢 就回家 回来星山的 我就打一个电话给我妈妈 我就跟我妈妈说 妈妈 这个礼拜不回家了 因为呢 需要 加班 就在那个时候 我的妈妈 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 儿子啊 你工作 还好吗 你工作 还好吗 我听了过后呢 我的眼泪呢 是喷着出来的 但是呢 我强忍着我的 这个的 声音 我跟我妈妈讲 妈妈 我还OK 你放心 再多一个礼拜 我就会回家了 我盖了那个电话的时候 我发现到原来 能够回家 那个感觉 真的很好 线上的家人们 真的能够回家 那个感觉 是多么的好 直到当我不能够回家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家 对我那么的重要 原来家带给我 那么重要的幸福感 当我回去 我的座位 坐下来的时候 在座的家人们 我其他的同事 围绕在我旁边 安慰我 然后问我 你家里面 谁过世了 因为他们看到我 怎么打一通电话回家 会哭到这样凄惨 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那个心还很嫩一下 因此没办法回家的话 会真的是 外在的因素 真的是认为 以为外面的月亮比较圆 外面真的是比较幸福 真的吗 让我们能够这样一个反思 另外一个是什么 内在的一个因素 内在 这个小儿子会遇到什么 内在的一个因素呢 在座的家人们 这个的小儿子呢 他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哥哥 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努力 勤劳的哥哥 因此我猜想了 这个的小儿子 从小跟着哥哥长大 然后看着哥哥的所作所为 看到哥哥怎样服侍 这个的家庭 因此呢 在他的内心里面 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不要像我的哥哥一样 服侍这个家 服侍到什么 做牛 做马 我的哥哥 我的哥哥服侍这个家 服侍到做牛 做马 我不要像我的哥哥一样 太辛苦了 我有遇过这样子的家人 放工的 不是放工 他宁可选择什么 加班 迟迟回到家 他也不愿意 能够准时下班回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准时下班回家 回到家需要做什么 吃晚餐 吃的晚餐过后 需要做什么 洗碗碟 抹桌子 因此他一想到 回家吃晚餐 吃碗碗碟 要洗碟 抹桌子 然后要做这些的家务 他宁可加班 然后迟迟回到家 我累了 然后就不需要 做这些家务 就能够避开 这些的家务 有没有这样的 有啊 我才不想要 做牛做马 做到这样辛苦 为了这一个的家 我不要 我选择 我想要过的人生 我选择 我想要过的 生活 他也许面对什么 内在 这样的一个的因素 而在座的家人们 有些时候 可能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也许 也许 我们也会挺害怕 哇 服饰 不可以服饰的太多 接太多的那个的服饰 好像做牛 做马一样 但是 还有另外一个 内在的因素 而这个的内在的因素 不是发生在这个的小儿子 而是发生在这个的大儿子 这个大儿子 他也一样 当你读刚才的 那个比喻的时候 在结尾的时候 他也不要 他来到家门口 可是他不愿意进去家里面 他生气得不得了 做父亲的还要走出来 劝他进去里面 他遇到什么 内在的因素呢 我这样辛苦 你那样轻松 不公平 不公平 为什么我需要做牛做马 然后呢 守住我这个儿子的名分 守住这个的家业 然后这个的弟弟 花光了这些的钱 才回到家 哇 就 开一个派对 来欢迎他 能够平安地回来 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真的 有些时候呢 当我们真的以为 这个家不公平 可能 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或者是可能 在我们实际的家庭里面 我们也遇到这样一个处境 觉得不公平 不公平 在我的家 在别人的家 也常常听到这句话 爸爸你不公平 妈妈你不公平 为什么哥哥能够这样 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 你发现到 人挺矛盾的 当你要求公平的时候 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为什么 他要这样子做 我就一定要这样子做呢 为什么 我要跟他做一样的东西呢 公平嘛 然后呢 我们就觉得 很难过 可是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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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你们要做什么 都可以 不公平 不公平 为什么我 一定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他 又能够那样子做 不公平 因此呢 这个外在的因素 加上 这个内在的因素 产生了什么 不大想要回家 那么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 为什么能回家 这个是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因为呢 其实这个小儿子呢 是没办法 能够回到家的 在那个时代 这个小儿子的 所作所为 他根本都没办法 能够回到家 但是为什么 这个的小儿子 能够回家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 因为天赋 因为天赋 在这个比喻里面呢 做父亲的 非常爱 每一个的孩子 他接纳 及欢迎 每一个孩子 能够回家 而且 更重要的是 只要父亲活着 孩子就能够回家 只要父亲活着 孩子就能够回家 可能我们听过一句话 只要有为父 为母 心肠的人 在教会里面 教会的家人们 就会回家 在这个比喻里面 如果 如果 这个做父亲的 真的不在了 真的是死了 你认为这个小儿子 回得了家吗 就算这个小儿子 他肯愿意回家 你认为这个做哥哥的 以你对他的认识 爸爸还在的时候呢 他都能够 气得不得了 不肯 踏进家门里面 如果爸爸不在的话 这个弟弟回来的话 你认为这个做哥哥的 会放过他吗 不会啊 打死他都有可能 甚至会控告他 爸爸死 就是因为你害死的 因为你讨那个财产 结果你离开了 离开了那么多年 爸爸伤心了这么多年 伤心到死了 都是你 这个小儿子啊 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 能够回到家 但是因为爸爸在 因为有爸爸的这个的角色 有爸爸的这个的身份 有爸爸的这个的心肠在 因此小儿子啊 他能够回家 他能够回来这个的家 那么第二个 那就是因为耶稣 诶 比喻里面 没有提到耶稣啊 但是在座的家人们 说这个比喻的人 是耶稣基督 而耶稣 他才是那位真实的大儿子 他才是这个家里面 我们的这个属灵家里面的 长子 长子只能够有一位 不可能有几个长子 长子只有一位 因此耶稣才是真实的大儿子 长子 而且只有他完成了什么 长子的任务 在这个比喻里面 做长子的其实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他要体贴父亲的心肠 他需要代替父亲 去寻找他的弟弟 然后第二 如果弟弟做了任何亏欠的地方 长子有这个的权利 能够代替他的弟弟赎罪 能够代替他的弟弟受罚 使到这个弟弟能够回来 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 这个长子并没有完成 这两个任务 没 那么在座的家人们 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耶稣基督 他来完成这个任务 他寻找了他的弟弟妹妹 而且他代替了他的弟弟妹妹 钉持在十字架上受刑罚 因此在座的家人们 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而且在十字架上 耶稣经历了什么 在十字架上 他失去了什么 儿子的名分 他跟神是天父 跟孩子的关系 他称呼这个神是天父 可是当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说了什么 他说什么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你离弃我 他失去了儿子的名分 好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 因此在座的家人们 我们不是坐牛坐马 来得到儿子的名分 不是的 反而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反而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在家里面 能够参与任何的服饰 原来是一个的荣幸 是一个的享受 是我们的需要 而且是我们的机会 因为耶稣基督 当然 更奇妙的是什么 在座的家人们 当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无法说 神啊 天父啊 你不公平 没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当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 什么是十字架 及耶稣所做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再好的大儿子都好 原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 都有一个小儿子的叛逆 这个大儿子说什么 爸爸我服侍你那么多年 我从来听好 从来没有违背过 你任何的命令 在座的家人们 真的吗 真的吗 就在当下 就在他说那一句话 就在他在偶气 不肯回家的时候 不肯踏进家门的时候 他体贴到他父亲的心肠吗 没 他是不是违背了 他父亲的心肠的事 因此呢 在十字架的面前 我们无法说不公平 反而我们会发现到 原来大小儿子的叛逆 也充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只能够对着十字架 对着主耶稣说什么 耶稣我需要你的十字架 我需要你来拯救我 耶稣我需要你 只有你能够恢复什么 儿子的身份 在我的里面 而且也只有你能够把我 放在这神的大家庭里面 因为天父 因为耶稣 我们才能够回家 那么第三 如何爱神的家 如何爱神的家 有很多的方法 有很多的 这个的管道 我只分享 这一个的 我里面的感动 以及在这一处比喻当中 我自己本身学习的 一个的管道 那就是 这一个比喻当中 耶稣所说的那一句话 我的一切 都是你的 我的一切 都是你的 意思是什么 耶稣的一切 都是我们的 耶稣的资源 成为我们的资源 耶稣的能力 成为我们的能力 耶稣的智慧 成为我们的智慧 耶稣的丰盛 成为了我们的丰盛 甚至 耶稣的爱 成为我们里面的爱 耶稣的生命 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 耶稣的一切 都是我们的了 那么 耶稣肯定帮助我们 爱 神的家 过去的这两年 我向神祷告一件事情 我就跟上帝讲 上帝啊 求你来帮助我 能够如何学习 来跟弟兄建立关系 我过去花了好多年 都是在跟青少年建立关系 因此呢 我大概懂 怎样跟青少年沟通 怎样跟他们哈拉 可是呢 当我要去服事 职业的家庭的时候 职业的这些的家庭的弟兄的时候 我发现到 我遇到一个挑战 那个挑战是什么呢 那个挑战呢 就是我发现到 我跟他们的那个话题啊 不多啊 如果他们跟我谈圣经 他们跟我谈耶稣的话呢 我可以跟他们聊 大概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可是呢 他们跟我谈政治 金融 体育 或者是工作的话 我发现到呢 我只能够聊几句罢了 因为呢 这几个领域 我所知道的都是皮毛而已 不过呢 感谢神的是 我里面的那个内容不够多 不过呢 我有一对耳朵 至少我可以坐在那边 听那个弟兄怎么的讲 但是我就发现都说 上帝啊 除了这个的聆听以外 我能够怎样的 跟弟兄来建立关系呢 我不会咧 我不懂要怎样 跟他们建立关系咧 这个是过去的 这几年当中 在我服事的生涯 这个呢 是挺空白的 没有太多的 这些的经验 我就跟神讲 上帝啊 你来帮助我 怎样跟弟兄建立关系 然后呢 圣灵就感动我说 你就跟他们谈心 我就想哇 弟兄跟弟兄之间谈心 对我是真的是 非常的陌生 弟兄跟弟兄之间 要怎样谈心 我不会咧 我发现我可以跟一些 青少年谈心 可是跟我年龄 比较接近的 或者是那些职业的 我发现我还要跟他们谈心 上帝啊 你一定要来帮助我 怎样跟他们谈心 我就依靠耶稣了 然后呢 我就真的是犯胆 来去跟他们谈心 两年过去了 我还正在学习 怎样跟弟兄 怎样的去爱 神家里面的弟兄 怎样的跟他们谈心 在谈心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收来的 不同的这些的见证 非常的感动我 其中一个呢 他呢就对我说 他就说 教会非常的特别 信耶稣的人很特别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所谓的 十字的血缘的关系 我们也未必是 从小一起长大 但是呢 很奇妙的 因为耶稣基督 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而且也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竟然能够 谈到很内心的东西 他觉得这是一件 很奇妙的事 我听了过就 哇 上帝啊 这是你成就的 不是我能够做成的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 就有个弟兄呢 他就约我说 我要跟你吃饭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我就安排一个时间呢 然后呢 来跟他吃饭 然后我就预备 哇 上帝啊 这是你给我的机会 让我能够来去陪 这个的弟兄 所以我就跟他谈心 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说了一句话 哇 原来你们同工哦 也需要被人陪的 我就跟他讲 当然啦 即使是教会里面的同工 我们都不是神来的 当然要人陪啊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 我陪你 我愣了 他今年才大概 26 27岁罢了 我就想 哇 你26岁 27岁的人 来陪我这个41岁的人 我非常感激 我跟他说 哦 谢谢你 我需要你来陪伴我 我非常感动 你说你愿意来陪伴我 那我回到家 我就在想 哇 26岁的人 27岁 要讲陪一个41岁的人 我是在教会里面的 牧养同工 你26 27岁 你要讲去陪 但是呢 两个星期过后 他又在联络我 就是我们来喝茶 然后又在两个星期过后呢 他又在约我 来 我们来喝茶 哇 本来是我要陪他 陪他一起长大像耶稣 结果是他陪我 然后他在陪我的过程当中 他告诉我 他自己也长大了 我就说 哇 上帝啊 这是你自己 奇妙做成的事情 不是我能够做成的事情 但是呢 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 他不是依靠他的经验来陪我 他不是依靠他所懂的来陪我 他陪我呢 就是单纯的来依靠神 依靠圣灵 以及他付上代价 每两个礼拜哦 当他休假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安排休假的那一段的时间 来陪我吃一餐 我就想 26岁 27岁的人 非常的年轻 又是弟兄 可以做很多很happening的事情 可是呢 他却付上代价 时间 来陪我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因此 在座的家人们 耶稣肯定能够帮助我们 来爱神的家 那么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那就是 耶稣的家人 也是我们的家人 当我们想到 哇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耶稣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哇 耶稣你的 你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 哇 要要要 耶稣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 哇 要要要 可是耶稣的家人 也是我们的家人 耶 在座的家人们 我们要不要啊 我们要不要 欢欢喜喜地来去领受呢 耶稣的家人 也是我们的家人 因此 在这个比喻结尾的时候 你发现到这个大儿子 跟爸爸的对话 很奇妙的 这个大儿子跟爸爸说 你的这个儿子花光你的钱 然后还回来 你还跟他开一个派对 然后这个爸爸说什么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的这个弟弟 死而复活 死而又得 然后爸爸结束地说什么 他说 我们 所以不再是你的我的 而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家人 应当什么 欢喜快乐 那么结论 等到家可爱了 我才爱 不可能的 我先爱这个家 家对我才是可爱 在这个比喻里面 这个做父亲的 没有等 他远远地看到儿子 跑过去 同样地看到大儿子 在门口不肯进来 他也没有等 他走出去 劝他进来 而我们的耶稣基督呢 他没有等我们可爱了 他才来爱我们 因为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先爱我们 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所成就的一切 使得我们今天 不是坐牛坐马来服侍你 来得着领受这儿子的名分 不是的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 借着你 我们白白地领受 这儿子的名分 因此我们能够属于 这个的家 是你给予我们的荣幸 我们能够来服侍这个的家 能够服侍其他的家人 主啊 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因为你所喜悦的 就是我们所喜悦的 你所享受的 就是我们所享受的 而且你所有的一切的资源 成为我们一切的资源 使我们能够来爱神你的家 而我们也属于在 你这个的家里面 谢谢你主耶稣基督 来赐福我们这里的 每一个的家人 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感恩祷告 Amen 愿上帝赐福每一个的家人们 请不吝点赐福